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两则 第一则是劝学篇的一部分 原文是 公债不舍 窃而舍之 朽目不择 窃而不舍 今时可履 其次是大略篇 睡不寒 无以之松伯 事不难 无以之君子 荀子是儒家的一支 如果我们把孔子当着儒家的宗主 那么他的学问后来可以说分成两支 那一支就是由孟子所发扬光大 可以说是比较偏重于 是那个道德的学问里边的 那个内在动力的部分 也可以说是心学 那么其次呢 就是由荀子所发扬光大 那比较偏于是外在的 这个服务社会之学 那么传统叫做外望学 那么相对的内在的心学 也是一种的内圣学 那么这个荀子一向呢 在儒学中的地位呢 是不如孟子 那么韩裕呢 曾经批评啊 就是荀子是大纯而小支 就是98分没问题 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毛病 是哪个毛病呢 就是那个根源不够明 那其实我们如果把荀子和这个孟子 合起来看 一内一外 虽然各有偏重 其实合起来是一个完毕 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 《易经》的这种观念 就有所谓的钱德根坤德 天道和地道 那么孟子继承的是孔子里头的 天道前德 就是去开发生命内部的那种道德创造的动力 那么这个动力孔子称为人 孟子称为良知 良心 后来这个明代的王阳明就称为良知 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道德创造力的一个开发 那么 那么 《荀子》呢 所代表的就是地道 就是坤德 坤德呢 可以说是把那种创造出来的这个业绩 它要经由一个最初的原型 那么像我们各种的工业产品 都首先会有一个原型 那飞机也有个原型机 完全这个设计实验没有问题了 就加以量产 那么量产成为一种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 一个逐渐的构成 比如说礼乐文明 社会制度 它都是一个人文结构 所以我们称钱德呢 可以不妨称为是一种创造性 或者创造性的原理 那么这个坤德呢 不妨称它是一种结构性 或者是结构性的原理 这两者合起来 一个是道德创造之始 一个是道德事业之终 孟子所谓始条理 终条理 这可以说是儒家的两个重要的原理 那么其实呢 在孔子的时代的时候 他的学生 也可以说有两个学生 分别呢 代表这两种啊 这个录像 那么代表这个天道 钱德的 其实是言渊 那代表那个地道坤德的 那其实就是曾子 那么后来呢 言渊找死 也可以说是这种心灵的学问 是种植不种量 所以他的年纪不够很长 但是本质已经呢 是掌握住了 被称为是孔门中最好学的人 那么至于曾子 后来传孔子之道 这个所谓的传道 也可以说落实 它是一个社会结构中 成为一种这个学问的传统 脉络 这个其实已经落到了结构面 所以由曾子来传孔子的这个学问 可以说是从地道坤德的角度来说 至于那个言渊的传的呢 也不能说它就中断 它是一种呢 无声无休的新传 那因此 由言渊跟曾子 后来呢 到了战国 显现为孔子的学问 跟荀子的学问 也可以说都各有他们的传统 那好 那我们先要来看看 荀子所代表的外王学 这个道德结构之学 也可以说是知识之学 它的重点在哪里呢 我们就从这个 引着劝学篇的第一个字 基 就是这个基这个字呢 就是寻子学问的一个核心精神 那么相对于 像言渊啊 或者说孟子啊 那他们这种天道 潜德的学问 它的重点入用 一个字表示是什么呢 不妨就说是觉 就是一种觉悟 那么一种这个 后来禅宗所谓的顿悟 那么这种觉 就是一种内在动力的一个开放 好 开发出来了 那由天进入到地 这个前 这个阳入阴中 化阴为阳 阴阳合体 就构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道德的产品 比如说一种道德的行为 忠孝 仁爱 等等 那像落到行为中去表现出人的那种道德理想 那么这样的慢慢就构成是一种行为的一种典范 后来就形成了一种行为的模式 当他成为典范 比如说孔子是典范 别人可以去模仿他 成为一种这个行为的模式 比如说礼教 人们更是可以按照这个礼教的规定去走 比如说成婚定性的孝道 那就是对父母的爱的表现 当然更可以成为一种 这种教育的模式 那么广泛的训练 让人人都多少可以走向这个道德的一个实践之路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到了一个地德的时候 它就不是你偶然的 这个一闪而逝的表现 你就需要日积月累 才能够让你这个德性稳固 那么这个都是从地道的眼光来看的 所以孔子在这里他才会说 那像成为一个山 显出一种现实上的一种庞大的分量 其实也是有一产一产的泥土累积而来的 那么等到成为一个山了以后 就可以招来这个风雨 就像台湾是个宝岛 其实很重要是因为有中央山脉 挡住了这个风 因此使了云气变成雨下降 否则在地球同一个维度 多半的地方都是沙漠 所以就是山的功能 那么像这个深渊 也是因为水积来的 积到很深的时候 下面很多动物 这个鱼啊 甚至蛟龙啊 都能够从里面生活了 同样的人的一个千里之行 也是从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江海之大也是很多的支流 逐渐的汇聚起来的 所以他最后说 连一个知之良好的马 他也不能够一步登天 那么就算是知之不好的马 他只要能够呢 切而不舍地去走 而也能够呢 同样完成他的事业 所以后来呢 这边就出现了 我们后来一个成语 叫切而不舍 就我们雕刻 虽然是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能够有耐心 恒心 那么就是再困难的 这种工作 也能够被我们呢 去完成 那么这就是 宣学篇这一段的意思 根本的精神 就在那个 记那一个字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在看到这个大略片 那么这个鸡 在前面的训学篇 后来已经有提到了 像这种精实的坚硬 那我们要能够雕刻它 需要我们的毅力跟耐心 那么鸡比较强调它的耐心 可是呢 这个我们还需要有 更进一步的 就是它的意志力 就是毅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我们人品的一种考验 就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怕难就退缩的呢 还是我们呢 面对困难 全力以赴 去克服这样的一个障碍 那不但它外在的可以呢 完成我们的事业 其实回过头来 内在的 对我们的人格的一个建树 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他说 这个遂寒 我们都有这么一个成语嘛 遂寒而后之 松博之后雕嘛 所以如果这个没有经历过这种寒冬 我们不能了解松博的德性 同样的 如果没有经过艰难困苦的考验 我们也不能了解君子 所以能成为君子的 他的一个内在的毅力合在 所以呢 原来啊 这个人的 这个人格的这个养成啊 都是要经过这种考验的 孟子呢 才会喜欢说 人是有德会数字啊 都很存乎趁己 都是通过这个艰难困苦生病 这样子克服以后呢 他才能够啊 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品德 那么这个 有一部电影叫做《喜马拉雅》 那么谈到这个 《喜马拉雅山上》 这个酋长们啊 怎么样去 这个把酋长的职位 往后继承的啊 那边那个酋长啊 有两个儿子啊 那么一个 这个大儿就死了 小儿子呢 本来是在寺庙里头去画壁画的 那么他也呢 最后也来帮助啊 他的父亲走最后一趟的 把盐运到山下的这么一个旅程 那么当他问他说 你为什么跑来了 他有提到说 师父有一次告诉我 如果人生前面有两条路 要你去选择 那么你应该选择那条难的路 因为难的路啊 才能够考验人的意志 成就人的人格 所以呢 如果我们读了 《寻日》这两章 那我们就晓得 我们不要怕难 难的路 才能够成就自我 才能够成就事业 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呢 永远记得的 好 今天我们的解说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